星島日報社論 北約上的星期舉行峰會 雖然在日本建立聯絡處 意圖插足亞洲計劃受阻 但峰會仍然沒有停手抹黑中國威脅 又與日本提升伙伴關係 為東進亞洲暴露 而且七國集團借峰會宣布 軍事、經濟界入烏克蘭的新架構 將烏克蘭打造為長期反俄橋頭堡 這個架構可能成為西方加力撐台獨 阻撓兩岸統一的南商 美國經常指責中國要稱霸亞洲 以此催逼亞洲國家跟從美國壓華 然而真正要稱霸和統領亞洲的是美國 而且不惜引入北約 強化武力威嚇中國 甚至可能挑起亞洲戰火 亞洲國家若要保障亞太和平、繁榮 就要對美國說不 絕對不能像日本一樣 充當美國馬前駛壓制中國 東方日報社論 疫情期間 港府對城租政府土地作停車場用途的租戶 實行五成租金寬減值到今年的年底 但有件社會復償而拍位期貨可居 這些場主在地起價 一面收取政府補貼 一面大幅調高泊位租金 令到商用車主叫苦連天 隨著北部都會驅投入發展 預料新界將會有更多土地被收回 商用車泊位只會更捉獻 社會復償後 旅遊經貿交流佔吹頻繁 不要說貨櫃車需要地方停泊 旅遊巴也一樣 港府對此不聞不問 不單打擊本港物流運輸業發展 就連旅遊業也會受害